分手中有许多旅游 我前一阵子听到一个最不合理的理由 就是 我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既然很多跟对方进入一段关系了 连最合理的分手理由 都拜不出来吗 我想问你 当初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妈不是同意了吗 换个理由吧 分手最不合理理由 2 我想自由 其实一段健康的关系 本来就具有彼此自由 有自己的生活圈 有自己的活动等等 但如果你所谓的我想自由 是你想要每天晚上喝酒 夜夜声歌 可以跟别人暧昧纠缠不清 但你要讲清楚啊 这不叫我想自由 这叫做 我想放纵 懂了吗 分手最不合理理由 3 我们有在一起过吗 其实这句话应该是最伤心的 当你认定 并爱上了一半 也没像情侣一样的交往 结果对方却斩钉截铁的说 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过 如果遇上这样的人 请你清醒一点 因为对方 Gameman不是我 有个女孩老后 思想变得都是我 当初学的时候 未对你访问 不是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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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